我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兩名和尚 敬禮撒迦正空喪師 敬禮十六師大寶華王卡瑪巴 敬禮圖登達爾吉喪師 我們敬禮坦誠三寶 敬禮今天父母的祖孫 大威德金剛明王 師母丹禎咖祖徒登席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敬禮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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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王神 敬禮堂尚 制規堂尚 我長 先生 敬禮堂尚 日子 敬禮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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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 12月27号 下午3点PM 是姚慈金母的附谋法会 姚慈金母的附谋法会 大家都知道姚慈金母 这个生活中 没有姚慈金母 就没有卢世尊 没有卢世尊 就没有生活中 没有姚慈金母 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大家都回家 也没有出家 也没有上师 也没有法师 也没有这个 优伯赛 优伯仪 一切都没有 那姚慈金母 就是 朱布拉斯固的 研头 那这一尊呢 你们这个足起 或者不足起 Go ahead 他们讲Go ahead 英文讲Go ahead 就是气你的头 也就是意义 就是气你的头 我当然知道谁意啊 还有你讲 我当然知道谁意啊 我只是讲说按照日面的翻译 Go ahead 就是弃你的头 另外再通知大家 这个 这是彩虹雷藏式的 彩虹雷藏式的 特别通知 他上面写着 阳式清贱 缅怀仙人 是传统追思的美德 由于疫情的关系 无法亲自 前来拜祭 安宏在 双联境界的仙人 那么彩虹雷藏式 特别提供 带祭祀的服务 让大家能够追思仙人的心意 能随时付诸行动 双联境界 领古塔 将在2021年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 下午两点 祝福音乐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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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舞 将举行大碑宝灿法会 欢迎大家永夜报名 记住 地点是双联境界灵谷塔 时间是2021年3月31日 会举行大碑宝灿法会 欢迎大家永夜报名 另外呢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下午两点 会有白色的诵经 及红室的诵经 红室的诵经 为了方便大家呢 彩虹雷仗室 双联境界灵谷塔 法事网络线上报名服务 已经于12月16日正式启动 这个服务大家 报名详情请上 彩虹雷仗室 网站查询 这个是很难得的 一般来讲 这个双联境界的灵谷塔 它有这个祭祀的佛洞 也有白色的 也有红色的 另外还有大碑宝灿 大碑宝灿 这是非常难得的 也就是对于先人 就是说已经过世的人 能够因为这些 这个 这个败禅 以及 这个追尸 使他的联品 在增高 联品增高 那么对于 我们自己来说 会增长 自己本身的福德 对于我们自己来讲 就会增长 我们自己的福德 这是很好的事 今天我们做这个 大威德金刚的护魔 大家知道 大威德金刚 上个礼拜曾经讲过 大威德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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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本书 专门讲大威德金刚的 这本书就是 大威德之光 有出版 在台湾也有出版 在世界各地 中文版都有 专门讲大威德金刚的 专门讲大威德金刚的 那我讲了以后 很多人看过 他们也有反应 就是从世界各地 传来的信息 很多人都看过 大威德金刚的 大威德之光 大威德之光 这本书 很多人看过 很多人看过 那上个礼拜讲了 这个礼拜有没有人看过 人有 我们这里没有书 你们查查看 网络有没有这本书 网络有没有 大威德之光 加拿大的联知上师 买了 这是大威德之光 专门讲大威德 金刚的一本书 这上面写着 密宗大师 热罗多戒 热罗多戒诈 奇异的一生 他跟大威德之光 有一个寺 有一个寺庙 藏着这个热 热罗多戒诈 的灵骨 的灵骨 那么他本身呢 专门专修大威德 所以产生很多 很奇妙的 而且他的威力非常大的 这个故事 在大威德之光之中 这一本书是 加拿大联知吧 他送给你的 他送给你的 我们图书馆有没有 有 台湾雷仗士的联合图书馆有这 有两本 你看台湾雷仗士有 网路上有这本书 网路上有这本书 你看吗 好 谢谢 师尊也看过 而且整本都看过 你们看过没有 有看过的几首 没有 那你们看网路吧 网路可以看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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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很多的神奇 神奇意识都在这里面 应该看 你们就了解大威德金刚 是多么的伟大 真的每个人都应该要看 大威德金刚是很伟大的 很伟大的一尊金刚神 我们 这个 彩虹雷仗士 金刚明王殿的祖尊 就是大威德金刚明王 那 联印上师有没有看过 没有 那你金刚明王殿 共的祖尊是 大威德金刚 你既然没有看过 他的这个 大威德的这个威力无穷 这个大威德之光这本书 所以您有义务去买 买来送给所有这个彩虹雷仗士的 所有的这个 常住 因为祖尊就是大威德金刚 对不对 而且那么大尊那么雄伟 那么大尊那么雄伟 他有多头多手 多脚 威力无穷 当初我的第一个副法 就是大威德金刚明王 第二个副法才是不动明王 那时候我引寝他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差不多搅动了三江之水 整个海水都扶腾 他出现的时候 整个四大海水 三江全部搅动 威力无穷 所以那时候 大威德金刚来 这个启动我的身心 整个人翻腾 还好你们没有看到 我的差不多墙壁都拆了 而且人整个跳起来 他来的时候 我的人整个跳起来 再差一点 我的头就创到天花板了 那一种力量 很伟大的力量 是我的第一尊的副法神 大威德金刚 他威力无穷 你们看了大威德之光 就知道了 那么刚刚我不是讲了 他的本地就是阿弥陀佛 他是阿弥陀佛的教令伦 教令伦 他文知师利菩萨 因为研磨法王 在人间伤害了非常多的人 所以文知师利菩萨进入大 研磨法王的身制里面 变现了大威德金刚 所以他两个关系 他也是阿弥陀佛本身的教令伦 又是这个文知师利菩萨进入研磨法王的变化身 研磨法王的变化身 所以他叫做祥言摩尘 祥言摩尘 祥言摩尘 Yamadaka Om Yamadaka Hom Pay Om Cri Kalarupa Hom Kansoha 她的咒语 她的手印呢 就是这个手印 她中间的这个手印是这样 旁边非常多的手 非常多的手 非常多的头 非常多的脚 在说法之前 用一个笑话做影子 这个我问这个大师 去请教大师啦 大师听说你算得很准 算算我以后能不能当高官 我的大学同学都当局长 科长 甚至于这个部长 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大师回答 你呀 看你的面相 你是可以的 你能够当家长 家长也算是官 昨天我老婆对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会遇见我吗 老公回答 不知道 老婆讲 因为我是先以下凡 来报你的恩 这个老公 看了老婆两眼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 我总是感觉到 我总是感觉到你是来报仇的 很多老婆都会讲这句话 她是先以下凡 只是下来的时候啊 脸先着地 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说这个美女要不要 说这个美女啊 外面的这个美女要不要 所有的男生都讲要 为什么美女你要呢 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一个很丑的了 所以当然要 好像有这个笑话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美女不喜欢丑女 因为丑的我们已经有了 现在进入主题 你问我答 Ostradia 莲花加云 这个云是一个拧日旁 一个云 应该念作云吧 那个云是一个拧日旁 然后一个云 是念作云吧 一心鼎礼根本上识 在师尊文集第275册 解脱道口诀 齐请联神佛佛加持文理提到 若能在修法前持诵一遍 功德深入海 法力高如西弥山 请问师尊 这齐请文 可可佛在同修开始前 加上至一段 在念上师心咒七遍之前 感恩师尊慈悲开始 其实齐请文 在命教修法之前 都要念的 你这齐请联华生大师 也有齐请文 也有白教的齐请文 也有红教的齐请文 也有黄教的齐请文 也有花教的齐请文 都要念祖师的名字 另外呢 还有租尊的齐请文 所有租尊的齐请文 都有念的 齐请文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你齐请租尊下降的时候的齐请文 这个奥特利亚的莲花佳云 他讲的 所以我们宗派里面 就是在修法的时候 在念经的时候 应该有念到齐请文 念经 有念到齐请文 但是呢 在修法之前 其实也有念齐请文 他们密教是有 是有念齐请文 念完齐请文就是 正式的开始 正式的开始 是可以加上这一段的 蓮花佳云问的 蓮花佳云问的 是可以 可以加上这一段 因为每一个修法开始 一定要齐请嘛 一定要齐请 也是算很重要 因为我已经讲了 功德深如海 法力高如西弥善 修法藏师尊在说法之前 先提到传承的主师 提到传承的主师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恭敬传承 第二个 你说法之前 一定要提到传承主师 就是齐请传承主师 等于是在齐请传承主师是一样的 像这个 像了名和尚敬礼 像撒迦正空上师敬礼 像十六世大宝化王喀玛巴敬礼 像图登达吉上师敬礼 这个就是传承 这个也就是我们 生活中的 也可以讲 等于是齐请文 那么第二个 印尼 施连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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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问了 尊贵的师尊阿弥陀佛 弟子代同门请问师尊 是 弟子过去曾经相信了一位自称是通灵人的真佛弟子 这位通灵人给了弟子许多东西 如 如 福 今生 法器 等等 后来发觉他是败鬼的 弟子以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收了他给的东西 弟子该怎么办 如何处理这些东西 谢谢师尊 哦 原来这位通灵人是败鬼的 那个 他给了这个法师很多的福 金身 法器 等等 这个好像是问过 可能是这一位问的吧 哦 他这样就清楚了 是败鬼的通灵人给了你很多的法器 还有金身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好了 你就寄来给师尊吧 你就把它打包 寄给我 那个寄给我以后呢 我把这些东西收了 然后一一给他亲近 一一给他亲近 就是把这些附在上面的灰气 你知道 鬼是有灰气的 灰气会附在这个福的上面 在金身上面 在法器上面 他经常 有的时候 还有送啊 那观音啊 观音啊 那个像是非常庄严的 观音像 甚至于这个摊卡 送给你 或者观音像 医生的 会附在上面 庄严的 会附在上面 还有法器 这些都还可以用 那么 你就寄来给师尊吧 师尊把他退了他的所有的废弃 重新清净过 那还是这个精神跟法器 都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变成可以用的 那就给我们这个西雅图雷杖寺 这个佛祭布再卖出去 真的没有送回来真的蛮麻烦的 据我所知道的 纽西兰的糖 纽西兰的糖 因为这个 那个了过那个水啊 水都搂去 了过那个水啊 水都搂去 那个糖 就不平安 真的 另外呢 这个奥特利亚 也有几个糖 真的都不平安 都不平安 都不平安 这个有自杀的 有精神失常的 自杀的跟精神自杀的 真的很难救 那只好用超度的方法超度 那个 然后精神失常的 还干扰不断的 很多的 那我们印尼有一个 有一个糖收起来了吧 连润 连润的糖 连润糖 印尼连润糖 它收起来了吗 还在吗 它到底收起来还是 还有 连润糖 连润糖没有活动 可是它糖没有收起来 连润糖已经没有活动了 它的糖收起来 它糖没有收起来 但是没有活动 它就是送了一尊观音 给连润糖 然后它尼尔在洗澡的时候 就死了 跌倒吗 你知道是跌倒吗 我都不知道 怪不得你是消息灵通人形 你看着它跌倒的吗 连润的女儿 有连润上司的女儿 也是跌倒的 哪一个 连润上司 新加坡 哦 新加坡 你都看到它跌倒啊 连润的女儿 你都看到它跌倒 哦 有去跟它见面 对对 所以送了一尊观音去 女儿洗澡的时候死了 女儿洗澡的时候死了 然后她自己呢 就 腦 你也有去看它 就有这种事 他送过去的 就有人死 还有人精神就是有问题 所以要小心 真的是要小心 其实他在教我们 这鬼博 这鬼博他是在教师尊啊 教什么 什么叫做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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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佛的人 就拜佛嘛 邪佛的人 邪佛的人 大部分 连一般的 这个 人间的信仰的一些神 也不皈依的 你不是去皈依那些神 不能够去皈依的 邪佛的人 只能够皈依佛菩萨 所以叫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不能够皈依一般的鬼神 所以你弄了鬼出来的话 像那个五大鬼 那五大鬼真的是 什么中春一五 这个 是中春一郎 中春一五 渡边一郎 渡边一郎 中春一五 然后小林 什么林良之 黄金钱 对不对 黄金钱 林良之 小林 这个 中春一五 中春一五 渡边一郎 这什么鬼 这是什么鬼 这是什么鬼 还有日本人 三个日本人 两个这个 两个华人 搞什么鬼 真的是高鬼 可是他教我们正念 他也在教我们 你遵 他还刁金身呢 起来拜耶 还把他当护法耶 还刁金身呢 天哪 真的走火入魔啊 你看他送去的 他走过的所有的堂 士堂 全部出事 这是自杀的自杀 精神失常的精神失常 寄回来吧 那师尊呢 那师尊呢 就收了 交给活居补 行 这个印尼锦里闻 莲花承秀琴 印尼闻道雷掌寺的堂主问 阿弥陀佛师尊师母安好感恩 师佛讲火葬最好 请问骨灰因撒在何处最好 或托放室里的灵骨塔 有一师姐往生时得舍利子 存放家中谈成 竟能长大如蓝色的琉璃状 特别好看 请问其舍利子 其安直是否躲当 弟子感恩 这个印尼文道雷掌寺的 这个助词问的 文道雷掌寺 莲花承秀琴 请李文 火葬最好 骨灰因撒放在何处最好 骨灰呢 就拿给彩虹雷掌寺的双连境界最好 你知道这个彩虹雷掌寺的双连境界在盖的时候出现多少的光 对不对 那个工地啊 每一次拍他的工地的时候啊 全部有放光耶 那一块地放出很大的光芒啊 这个锐气千条啊 豪光万道锐气千条 这个可以有相片为证 有相片为证 这个Piano上师 联琴上师 他负责盖这个双连境界的灵骨塔 另外这个Sakura上师 联音教授师差不多了 联音教授师也等于是上师了 教授师就是上师了 我们在一般佛教里面教授师就是阿世雷 联音 联音 这个Sakura 你看双连境界盖的时候啊 拍了多少光芒出来 那是最好的地方啊 我母亲也是放在那里啊 我的祖先都放在那里啊 我的祖父祖母 我弟弟 我妈妈都放在那里啊 将来我也要放在那里啊 那你要放哪里最好 当然是那里最好了 但是贝壳蟹 你知道呢 那个贝壳蟹 贝壳蟹是陷下去的地方啊 贝壳 像一个贝壳一样 那个叫贝壳蟹 当然啊 这个托放在室里 哦 他自己室里面也有灵骨塔 当然啊 我们是有贝壳蟹的灵骨塔 你那个灵骨塔 当然也是可以放啊 对不对 那个施节往生的时候 舌粒子存放在家中摊成 可以的 舌粒子是可以 放在家中摊成 这个贝壳蟹的放光照片 现在放出来 给大家看 哦 是吗 那个就是照片嘛 嗯 最好的放的地方 就是彩虹雷上士 双联境界的灵骨塔 最好 而且这些骨灰来啊 完全不用签证 他们就可以住到美国来 成为永久居民 马上就有准证给你 你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美国的永久居民啊 要拿到永久居民也不容易啊 拿到美国公民都不容易啊 你是永远的美国灵魂公民 对不对 那在印尼呢 你说 当然比较差一点啊 还是我们彩虹雷上士的双联境界最好 当然放在你市里的灵骨塔 也可以啦 但是这个 这有一个师姐往生的时候 得舌粒子 这个师姐一定是有成就的 这个舌粒子长大 如蓝色的琉璃状 哇 那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琉璃状的舌粒子 蓝色的琉璃状的舌粒子 他放在自己家中谈诚 由这个他的后代来这个礼拜 也是可以的 警察在广场旁边 抓到一个查这个酒驾的 有一个酒驾的男子 被警察抓到 正要酒策的时候啊 他就激紧的跑进广场 抖进这个广场里面的人群里面 一起跳 但因为他跟不上舞步 警察一过去就发现了他 马上把他带走 旁边呢 有两个老八 这个广场舞 跳舞的老妈 吓坏地讲 妈 这个跳不好会被抓走 其实是酒下才被抓走 还是跟大家讲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圣诞节前夕 有一个少女给眼方的男朋友打电话 撒娇 亲爱的 我把自己打包 成为快递 寄给你怎么样 男朋友说 不行 太贵重了 那她的女朋友回答 人家没有那么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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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打 男朋友打 我是说 游会太贵 然后你太重 也是圣诞节到来 法官心情愉悦地 问受刑人 你做了什么坏事啊 犯人回答 我今年的圣诞节 购物早了些 比较早一点去购物 法官说 那便不是一件坏事 那到底是多早啊 犯人回答 商店还没有开门以前 没有开门 他就进去 有人问 有一个同事问 问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你数什么 这个小朋友一本正经地回答 叔叔 我是属于鸡蛋 这个人一认 盲问 为什么是属于鸡蛋呢 这个小朋友回答 我妈妈属鸡蛋 我妈妈属鸡 我是她的儿子 当然属鸡蛋 好 我们讲一段 我妈妈属于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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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得之道 幻得之道 幻识之道 送淫 摩以其土等 摩跟其土 以了之言 起之瑜伽事 吃一切 因为借由心气之源所生 成为行道之音 既送云 了之至至至至至至至道 宜言起 比如 狭矮之桥 渡水之舟 无论如何皆需要 因此 以认识一切未禅定 而消除尽力的障碍 以认识烦恼 而消除魔障 送淫 过失取功德 了之障碍 起其成就之教授 当珍重 这一段 也是很好解释 上一段 是知道 一切的成就 一切的成就 来自于自己的心气 就是自己的意念 跟自己所修得起 能够结合在一起 另外呢 还有身体里面的父母 就是水跟佛 了之这一切的产生 能够成就 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 身体里面的气 买跟明典 着佛 而成就 那么再来这一段 是离犯师之道 我讲个大要给大家听 他主要是在讲 障碍了你禅定的是什么 你要认清他们 你不能够禅定 为什么不能够禅定 是烦恼 障碍了你 是你的意念不清净 是你的气不够 是你的水跟佛 不能够相容 你了知这些障碍 就增加了你的智慧 你能够明白这些障碍 把障碍 知道了 阻碍你进入禅定 到你身上 随否交融 打开一切脉轮 发出光明 种种的障碍 都是你增加 你智慧的方法 都是增加你智慧的方法 也就是过失取功德 你认识了这些过失 就能够得到过得 功德 过失取功德 了知障碍 取成就的教授 应该要珍重 所以你禅定 你不能够入禅定 是什么样子的障碍 你知道了以后 把障碍剃除 就有了功德 就会有了成就 你弃 你弃 弥点 有什么障碍 知道了以后 弃除了 弃能够流畅在 所有的弥当中 你的弥点 能够下降 着佛能够上升 两个能够交融 打开所有的脉轮 产生了光明 这当中当然是 有一些阻碍的 像这个脉 要通脉 脉不通 就是障碍 明点少了 也是障碍 佛如果太甚了 也是障碍 佛里面有杂佛 也是障碍 不是纯的佛 也是障碍 所以 这个已经知道了 了之智之道之一 引起 你已经知道了 要如何入禅定 要如何弃出障碍 所以所有的障碍 就转变成为功德 成为过失其功德 过失其功德 了之障碍 取其成就之教授 应该要珍重 这个 就非常清楚 这一段 例如 磨 及 歧途等 你在修禅定的时候 走入歧途 你在修禅定 的方法 有磨来干扰 像有鬼啊 鬼来干扰 这个都是障碍 鬼来干扰 都是障碍 磨来干扰 都是障碍 有歧途 其中的很多的歧途 在修行当中 有很多的 旁支 也就是说 不是正 不是正法 不是正念 没有正念 这个全部都是歧途 真正知道 言起之一家事 是知道 一切藉由心气之言所生 心气之言 心 就是你的意念 意念 心就是你的意念 气 就是你的身体 身体里面有什么 有气 有水 有佛 有地 气 气是什么 就是轰 地 水 佛 佛 是四种 你身体就是地 水 佛 佛 佛 组成的 这个 左佛 就是佛 水 就是明点 就是明点 佛 就是气 地 就是脉 华 华 明点 就是地 水 佛 轰 完全你这个 言 利用你身体的这个 言来修行 你认识了这个 言 的障碍 卖 要通 气 要足 你的明点 要练到很纯 纯 透明 纯 着佛 也是一样 那着佛跟明点 水佛能够交融 就是父母 能够交融 然后打通了所有的脉 就会产生光明 那法性 就自然 本来的佛性 就会显现 这一段 就是讲这个 今天到行天宫 晃晃 在台北 顺便上个厕所以后 经过地下道的 算命滩 有一位 算命的人 先向我招手 这个阿伯 我告诉你 我立刻回他 我从来不相信 算命的话 算命的讲 阿伯 你这次一定要相信我 你的那个 裤子的拉链 没有关好 圣诞节快到了 我们25号 就是圣诞节 小朋友 多把自己的袜子 挂在自己的 挂在自己的窗外 等待圣诞老人 送圣诞礼物 这个小民也不例外 早早地 将自己的脚上的袜子 挂在这个床边 等到午夜的时候 这个小民在睡得很熟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以为是小拖赶紧起来 发觉圣诞老人昏倒在地上 小民赶紧打 911 我们这边是119 台湾是911 一下子911 救护车就来了 南湾湾 台座口吐的白沫的圣诞老人 只听见圣诞老人 口里发出微小的声音 到底是水的袜子那么臭 袜子也要洗干净 帮忙的币米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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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